你好 欢迎收看5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在今天新增了1112例的确诊个案 县府召开了记者会说明 而县长学生会提醒家长 明天开始也就是30号校园BNT疫苗施打 如果孩子有任何不舒服 将儿科防疫门诊或者是诊所截图存放 有问题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寻求协助 今天全国是76,539例 花莲有1,112例 花莲县大概目前都维持到1,000多例的左右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医疗院所通报的 从医院通报的有449例 从我们地方的基层诊所 还有卫生所通报的已经高达609例了 那外线市通报的有54例 所以一共有1,112例 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医疗院所的部分 让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 稍微在整个门的在急诊的部分 可以稍微解一下 轻松一下 可以0到6岁的部分 拿到5G的5将快赛的部分 是从6月1号开始 6月1号跟我们现在 在卖我们的快赛市集的药局 到那里直接拿几个孩子的健保卡 就可以来领取 一样采135单号身份证 这号是单号26身份证 末尾数是双号的部分来领取 6月1号才开始 集中接种 那即将在明天开始办理 那首先要提醒的部分呢 第一点就是在孩子返校之前呢 一定要记得快赛 那阴性的结果之后呢 我们在返校进行接种疫苗 那第二点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本来调查的时候 如果孩子是本来是登基不接种 但是呢临时改变的意愿 想要接种的话 那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学校排定的一个时间 到我们的指定学校去接种疫苗 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学校都会做一个妥事的一个安排 第三点的部分 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有确诊了 那在确诊的三个月以内 我们是不建议接种疫苗的 那这部分也要请我们的家长还有学生注意 第四点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疫苗接种之后 我们在当天也会再配发一季的快赛试剂 提供给我们学生 作为之后恢复实体课程的时候 再使用 然后快赛疫情之后 再返校进行上课 那这是有关EMT疫苗接种的一个 四点的一个注意事项 那请我们的家长跟孩子 都能够一起注意 再过来跟各位相亲报告是 我们在暂停实体课程期间 那如果家长无法照顾 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时候呢 那孩子呢是可以送到学校的 那我们针对这些到校的孩子呢 都会在午餐的时候提供便当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家长跟孩子是可以放心的 那至于未到校的经济弱势的学生 那包含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家庭突发状况 或者是经过老师的一个家庭方式认定的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采放放餐券的方式 让孩子呢可以到邻近的自助餐 或者是超商可以领餐 那也可以解决无餐的一个状况 我也会解决的 然后那一定会感觉到 幸福的体验